台湾最近2月14日发生了一件事 已经跟大家谈论过了 再给大家看看一幅图是什么事 就是在厦门、金门这些海域里 我们有渔船做一些正常的运作 正常的作业 但是竟然受到台湾的所谓海巡队 粗暴地距离 在驱离过程当中造成船上四名大陆渔民跺海 跺海之后其中两名大陆渔民是遇难的 这是2月14日发生 也发生了十几天 台湾方面不单是没有道歉 还隐瞒了事实 我们看到官方出的一些照片 通常是看到这两幅照 一幅照片就是大陆渔船沉了 沉了之后 船底就向上 看到有蛙人去搜索 这些照片是没办法看到那只船的有没有损坏 然后另一个图就是 看到吊起了那只船 就反转了 正常的位置 但是它是给右边你看的 好了 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 有人发觉 在左边 现在大家看到右边 原来左边 是有 左边的船尾 上面的栏杆 是明显变形 受过一些撞击 而导致是粒陷扭曲 即是说这些照片就不让你看左边 因为左边就撞烂了 粒了 而这些撞粒的痕迹 就比较有机会是由撞击所造成 换句话说 台湾当局的所谓的海巡队 极有可能曾经向这一只大陆的渔船仔 在他的左边撞击 最后撞到这些大陆的渔船仔沉没 反转 而令到其中两名的大陆渔民丧生 现在的事情也过了十天八天 真相越来越揭霍 现在台湾当局受到指责了 就说他们隐瞒了事实 隐瞒了碰撞的事实 推卸责任 而且至今没有说过有什么赔偿 或者是道歉 或者是怎样去 查清真相 完全是没有显出这个诚意 令到 大陆方面非常 因为现在是牵涉了两条人命 好了 经过这么多的 这么多日的争拗 终于 台湾方面 也是受不住压力了 开始说话了 他们的负责人 就是 管小姐 这位就是 海市委员 就是海务的一些负责人 管叫管碧玲 管碧玲 就是蔡英文的一只马 重要的一个下属 他终于 发言 他说 他身份叫做台湾的海委会负责人 直至昨天 终于承认 他说承认 这是关乎两条人命的事 台湾当局是会朝着个室至死方向来征败 他就说 正代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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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真相 但是 管碧玲的说法 就令到 那些网民 就不太 认同 不太 卖账 纷纷就留言 炮军 台湾当局 他说 这是人命关天 其实不单止台湾 不单止大陆 其实两边 都需要一个真相 你不可以只用一句话 个个失致死 那就去 退堂 所以 应该 当然要撤查 第二就是 应该将当时的录影画面公开 证明 台湾当局是由头到尾 都是在说大话 因为隐瞒了 极有可能是撞击事件 导致 大陆的渔船 是沉没 翻沉的 导致人命的损失 国民党的前主席 洪秀柱就说 他就说 将衰无能 累死三军 这个核心问题 就是海委会 不思进取 不愿意 積極面对 处理问题 企图隐蔽真相 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 现在 都叫做 说是真是 台湾海委会 朝着 过失 致死 这个方向去调查 如果 真的是 发现 有人需要负刑责 应该是 刑期 会是五年以下 因为 过失致死的罪 会是五年以下的 徒刑 也是 需要 撤查当中 需要一些科学 监证 去看看 究竟是谁 负责 好了 面对这件事 就是台湾当局的 似乎隐瞒事实 最初下 到现在越揭越多的时候 大陆方面 当然不是 坐视不理 大陆方面 其实在几天前 已经宣布 大陆的海景 会加强 厦门水域的 常泰花巡航 给大陆海景的图 这就是大陆海景的图 会加强厦门 金门水域 常泰花巡航 并对金门邮轮进行 登船临检的情况 在这个宣布之后 美国 出声 美国就觉得 要出声帮忙 撑台湾 呼吁 就厦门金门海域局势 这个紧张局势 就是呼吁大陆 保持克制 减少两岸 误判风险 好了 当美国说完之后 赢了大选的 民进党 来着的 台湾领导人 賴清德 终于说话了 首先说清楚 现在是2月 賴清德 虽然是赢了一个选举 他应该是正式就任 台湾领导人 应该是5月20日 所以现在 台湾的领导人 依然都是蔡英文 但是蔡英文已经是不出声 完全没有说过 已经是当自己 好像下了台 其实他现在 2月 还有 三个月 未来三个月 台湾的所谓领导人 都依然是蔡英文 但是他直接是保持沉默 那么现在 终于 賴清德 开始说话了 就是美国 出声之后 他就提出了4个点 在民进党的党里面的会议上 有4点 他的态表现他的态度 第一 坚持 支持台湾的海巡处 相关部门执法操作 第二 针对 阿门金门水域 这个是 海巡部门执法 细节 疏漏 需要出台有效措施 抵消大陆海景常态化巡航 巡检带来威胁 第三 要求台湾的海洋委员会加强 台湾的海巡部门建设 就是提高进行正面对抗的能力 这三点 头三点 都是针对 中国的加强巡逻 做一些功夫 直到最后一点 才说会 督促台湾相关部门 妥善处理遇难船民善后的事宜 从这四点看 赖清德所说的 都是 头三点都是 如何加强自己海巡部门的能力 到第四点才是关心这次事件 有渔民 遇难 如何善后 显出一点诚意 都没有 很明显这件事 就是在美国 掺腰之后 乃清德才出来说话 有人认为 为什么乃清德 10天都不说话 有些人说 正常来说 赖英文现在都是领导人 可能乃清德不方便说 第二件事 美国不说 乃清德就不敢说 美国说了话 乃清德 有美国掺腰就出来说 很明显这件事 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 不单止是 厦门、金门 这个海域的争讨事件 已经发展到 事件是扩大 除了要 撤查之余 其实也看到 美国在干预 而美国 的 方向 越来越 明显就是要介入 台海这个问题 所以这次见到美国的表态 似乎是想加紧 打台湾 以往 美国对 台海这方面的形势 相对地比较是克制一点的 一路都 一路 一路当然是会挑衅 但一路他都是坚持 一个中国而已 但是现在你看到 在这件事 看到其实美国 已经加紧 打台湾 以台制 台湾 台湾 正在近年 已经将会 买 武器 再买一批新的武器 美国会 买一批新的武器 给台湾 美国是为了 美国的 军工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 为了美国的 做事 另一方面 结果进一步 表明 美国可能 发现 香港派 没得打了 所以 在亚洲 就打 台湾 和 菲律宾派 越来越重要 虽然 这样说 现在 所有人都看到 俄乌战事爆发之后 美国 在 欧洲 这个俄乌战事 获利不菲 包括是军火商获利不菲 逆化天然气商 基本上就是 各的盟友韭菜 就是各欧洲盟友韭菜 现在 就在亚洲方面 越来越 跟美国 做事 就是 台湾和菲律宾 希望他们可以明白 其实 如果是 做美国盟友 其实 必须要有一个 的心理准备 最终 当你的盟友 是有 或者利用价值 少一点的时候 美国就会毫不犹豫 抛弃 或者是 割完狗菜 才抛弃 当然是 所以 现在台湾 也是被美国割狗菜的 不断地 要求台湾 买这个武器 而且这些武器 通常都是 美国不要 或者美国不用 或者是 高价 卖给你之后 又要很高的 维修费 但是这个正正就是 台湾 民进党 明知被人骗 都要去做的事 都是一个 大家是 拭目以待 究竟 美国 利用这些盟友 利用到什么时候呢 最后结局是怎么样 大家都应该可以猜到的 好了 接着很快就讲 第二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 都是讲 关于美国在 亚洲的部署 有关系 当然 现在 就是打这个菲律宾牌 越来越明显 我这次就 第二个题目就是说 中国最近在 黄岩岛 设置了屏障 随着菲律宾在南海 挑衅不断升级 中国最近在黄岩岛 终于有一个新动作 根据卫星图像 显示了黄岩岛的 卸弧的入口处 已经被中方 设置到一度屏障 这个就是黄岩岛的 卸弧入口 卸弧入口 做了一些白色的 弧线 这些我认为 白色的弧线 应该是这个 这个弧线 有条白色的弧线 这个很明显 不是这些 不是这些白色的 是这个弧线的 是这个弧线的 弧线整了之后 应该是卸弧入口 应该是卸弧入口 应该是卸弧入不了的了 那就是 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发言人 就说 中国海警 似乎是针对菲律宾的船 做了这些弧形的 一个屏障 事实上 是去年9月 当时 中非双方 已经在黄岩岛附近 海域发生了对峙 当时 中国为了阻止 菲律宾渔船 进入那个区域 中国海警 就是当时 曾经拉开了 一度大概300米长的 浮动屏障 这次这个屏障 就更加 不是浮动 但不是 临时的简单 似乎这次的屏障 会比较是 长久的 设施 因为这次的情况 不是太一样 因为现在 菲律宾对于 向中国的挑衅 其实 三天不埋了 两天就发生一次 譬如他们会 强行 闯入黄岩岛 就是现在 图中显示这个岛 另外就会尝试 派一些船 去做补给的船 就上这个人外礁 他那只烂船 那里做补给 或者是加固 所以面对 菲律宾对于黄岩岛 和人外礁的挑衅 所以中方加强 应对手段升级 也是很合理的 外交部发言人 无论 就说 菲律宾在黄岩岛 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动 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所以中方不得不 采取必要的措施 以维护自身领土主权 其实黄岩岛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 其实我们现在只不过在自家的领土上 采取一些正常的屏障 就是防止外来的国家 或者外来的船只 来挑衅 来乱闯入 其实中方释放的讯号 就很明显了 一直说明 中方的相关行动就是为了防范 菲律宾也是暗示 中国在黄岩岛的相关部署 有机会变成常态化 这次是常态化 不是临时的 随着菲律宾不断拉拢外部势力 牵动在南海局势 紧张局势 意图永久侵战中国的一些倒序 显然是无视了中方的一些善意 既然你是恶意 我们唯有都是做回相应的事 好了 说回黄岩岛 其实这次 可以说既然 出雷斌方面不断挑衅 中国也要做回事 极有可能 有分析就是 会在黄岩岛上面 就是填海 在卸湖附近填海 填了海 应该就会做一个人工岛 然后加固一些设施 在上面就建一些招保 作为余孽的补给基地 如果真的做了的话 黄岩岛的地理位置 就会和其他两个岛 一个叫永兴岛 一个叫永鼠 永鼠岛 暑期的暑 暑假的暑 永兴岛和永鼠岛 黄岩岛加上这两个岛 变成了一个三角形格局 可以防御 作为 守护中国的南边大门 如果真的在黄岩岛 填了海 做了一些招保 建了一个 这样的 岛 战略地位很重要 因为黄岩岛是处于中沙群岛的最东边 握手着菲律宾 苏碧湾的海上要岛 如果是在这个天然的卸湖 这个屏障 刚才看到了 这个屏障 屏障里面就是卸湖 卸湖 就可以容纳 小型的舰艇 进入 作为 避风港 所以 战略的地位 挺重要的 如果可以在这 填了少少海 整个人工岛 或者招保 就可以 拍一些舰 拍一些漁船 还有 在 作为 中沙群岛的 东面 守着中国南大门 和其他两个岛形成了三角形势 这个战略上是相当重要的 其实 中方 不是没有给菲律宾的 菲律宾 总统小马 开始上场之后 很快就 去见了我们的领导人 习主席 当时表面上 大家估计 菲律宾应该可以维持 上一手的 总统 杜特尔特 昨天的外交政策 和中国继续保持良好关系 可惜 小马可斯的家族 就是他爸爸 马可斯当年 和美国的渊源 实在太大了 他的家族 也有很多的 据文 很多的资产 就在美国 所以 上了场之后 表面上 和中国 可能会搞好关系 但是很快就变念 变念 当年美国国防部长 奥斯丁访问完之后 就立刻就答应 美国 就给 美国在菲律宾 加了五个空军基地 然后就 开始在 人爱礁 黄岩岛 这些地方 作出不断的挑衅 发展到今时今日 越来越 中非关系恶劣 这样的地步 对于菲律宾来说 其实都是没什么好处的 可惜 有些国家 就宁愿做 美国的 跟班 美国的代理人 其实 刚才我所说 你看一看 美国怎样 最后对他们的盟友 比如欧洲 怎样对欧洲的盟友 其实 都应该估计到 其实 和美国亲近 其实都不会有好处 只是被他不断地 割韭菜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 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 都有片看 有网友说 想订阅石楼台 看独家内容 但是不太知道 网上订阅怎样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 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 独家发布的 《六语人金融hi-tea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六语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 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 巴士的布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